我們會繼續以一路一右作為重點的工作對象 並且除了針等人 我們還要做到針找人 我們明白有些長者或殘疾人士 因為行動不變或其他原因 而未能前往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因此我們會聯同醫護機構、地區組織 以及社福機構群察群力 推薦家居疫苗接種計劃 較早前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已經聯同香港醫學組織聯會 先行先試 啟動了上門打針的行動 為行動不變的長者或殘疾人士 提供上門疫苗接種的安排 我們一直予以支持和配合 有關計劃的推行經驗 有助我們將家居疫苗接種的計劃擴大 第一是建立一個網上平台 讓有需要的人士可以登記 提供相關的資料 包括他們的住址 以便作出跟進 第二我們在組織相關的醫護團隊 也得到很積極的反應 以致我們可以編配這些外展隊 去到不同的地區 為有需要的人士 上門接種疫苗 這個網上平台 我們會在這個星期 先透過地區的團體組織的關愛行動使用 請他們在派發物資或探訪當中 協助收集未曾接種疫苗的70歲或以上的長者 或是因為病患或殘疾不能外出接種疫苗的人士 來去登記 我們試行之後就會全面推行 讓有需要的市民可以透過這個平台去登記 以致我們可以編排有關的上門疫苗接種服務 另外我們會在這個星期作一個新的嘗試 我們會試行在進行遺風強檢的處所 例如一些公共屋邨 同時安排為未接種疫苗的70歲或以上長者 或者因為病患或殘疾不能外出接種疫苗的人士登記 等遺風行動完成之後的第二天 為他們提供上門疫苗接種服務 其實過去的遺風強檢行動當中 都會有一些特別的安排 為到一些不能夠落到樓下去進行檢測的居民 去上門採養 所以這些人士可能都是很大可能是因為行動不變 或者其他原因而未能接種疫苗 我們希望把握機會在遺風強檢的第二天 等他們有陰性檢測結果之後 立刻為他們接種 不用他們再去找其他途徑接種疫苗 我們會按這個試行行動的經驗 改善上門接種疫苗的服務流程 包括人手的配置 針藥的運送 打針的安排 休息觀察的安排 印發針子安排等等 之後再擴展計劃 以涵蓋在社區裡面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不過在這裡要提一提 市民如果家裡有長者 或者有 他們能夠可以去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或者是流動接種車那裡接種疫苗的話 請他們就不要等了 請他們立刻預約 或者拿職日酬去打針 因為早一日打針 就可以早一日得到疫苗的保護